本次赛事有个人项目及团体项目 各有男子组与女子组 免满30岁即可参加 水上救生是为了提升救逆能力 将训练项目发展成水域周围的运动项目 有许多奔跑、游泳、夺旗、滑动救生桥等即时竞赛 水路间的切换,挑战参赛者的体能与对水性的熟悉度 2025双北市壮运 Sports Beyond Edge, Life Without Limits